小米在日本发布12款新品 各位顶条视频的网友们 我是你们的小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则热乎乎的科技新闻 小米在日本一口气发布了12款新品 这可真是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首先得说说这次发布会的重头戏 小米14T和小米14T Pro这两款旗舰手机 这两款手机搭载了联发科的天机处理器 性能上那是杠杠的 还支持144Hz的高刷新率OLED直屏 看到网友们直呼丝滑 不过也有网友吐槽 这配置虽然牛 但价格会不会也跟着牛起来啊 看来大家对于性价比还是相当看重的 再说说摄影功能 这两款手机都标配了赖卡影像系统 这简直是给摄影爱好者们送上的大礼包 网友们纷纷表示 这下拍出来的照片 肯定能秒杀朋友圈的九宫格了 但也有小伙伴调侃 拍的再好 也得看朋友圈的人买不买账啊 除了手机 小米这次还推出了小米8自5 无线耳机 新款小米手环 9和Redmi Watch 5系列手表等穿戴设备 这些设备在健康监测和音频体验上 可是下了不少功夫 有网友就说了 这手环和手表 简直就是健康小管家 以后得靠他们来监督我减肥了 在智能家居方面 小米也是不含糊 推出了扫地机器人 X20系列和空气净化器 4Compact等新品 这些设备不仅让家务变得更轻松 还能提供清新健康的居住环境 网友们纷纷点赞 这下回家可以彻底解放双手了 扫地机器人赶紧动起来 当然了 这次发布会 还有其他不少新品 比如小米电视 麦克斯100-2025 充电宝 和Type-C极限器等 网友们也是看得津津有味 各种评论 那是应有尽有 虽然有不少吐槽和调侃 但也能看出 大家对于小米的期待和关注 希望小米能够继续保持 这种创新势头 给我们带来更多实惠好用的产品